素食不但能够长养慈悲心 同时对于我们的环境也会有所帮助 吃素可长养我们的慈悲心 能清静我们的心田 对环境与心灵都有更高层次的提升 当我们在吃素食跟吃荤食 最大差异性 一个需要断所谓的有情众生的命 那么另外一种不需要伤害有情众生 所以吃素的人 我们心里会觉得特别的踏实 那荤食的话 总是需要杀很多的动物 这个心理上总是觉得不够慈悲 虽然大家都很强调要有爱心 要善待这个世界上任何的生命 但是当面对一块肉 一块失去生命的一块肉 我们将把它吃下去的时候 心里总是有一个矛盾存在 所以如果能够完全舒适 对于环境 对于我们的生命 对于我们的心灵上 都会有很大很大的一种帮助 以及升华 吃素是一种慈爱的表现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吃素的方式 摒弃一切形式的暴力 并唤起全世界人类 对生命的珍爱与同情 十方新闻 黄慧如孝瑞丰 台中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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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